澎湖機場外頭 許多旅客徹夜排隊 累了就鋪紙箱 席地而睡 排隊人潮從凌晨三點開始 就沒有停過 五點半機場一開 大廳立刻被擠得水洩不通 因為許多民眾已經在澎湖滯留兩天 受凱米颱風影響 澎湖海陸交通大亂 儘管民航局協調各航空公司加開 預計二十七號可提供五千七百六十七個座位 但仍無法消化大批候補旅客 因此軍方也開出十一架次軍機協助輸運 金門機場也有同樣情況 有搭到飛機可以返臺的心情 怎樣 金門上一機場內 大批旅客等著候補機位 櫃臺人員多了國軍弟兄 二十七號軍方預計出動十四架次軍機協助輸運 金門旅客返臺 但民眾買到候補機票卻不敢開心的太早 旅客撐著雨傘大包小包抵著風雨 快步走向軍機 原以為可以順利搭機返臺 沒想到剛上機不久 無奈天氣惡劣 疫情人只好拖著行李走回機場 停航兩天的小三通 京夏航線今天恢復行駛 京泉航線則全天停航 凱米颱風造成離島交通大亂 民間軍方全力支援 期盼能讓旅客早日回家 三日新聞溫婉與葉季豪 江中美澎湖金門採訪報導